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玛雅大祭司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是非常认真的跟大祭司说 我说我希望雨能停 因为我知道我到了这儿 我就要选择相信这儿 我就要选择相信这儿的人 这个我是非常认真说的 因为我知道他们有这样的传统 井里的可能井里的一些尸骨 也是为了祭奠雨神恰克 向他求雨被投下去的 让他帮助我 他在村里是如果是家婚丧假许 然后节省假日 都是由他来主持这些仪式 特别神奇的是 他刚说完 然后天空就放晴了 雨就停了 他说完了以后 两分钟雨就停了 然后三分钟太阳就出来了 然后他过来跟我说 说直指天 然后直指自己的嘴 然后那个意思你看 我说的很灵吧 雨晓 恰克显灵了 天晴了 那边你看 太阳都出了 天晴了 你看 这叫太阳 还真管用 真的假的 真的 被神 玛雅人 跟雨神恰克说 说 先等会再下 然后雨就响了 可能梁红会觉得不可思议 是真停了 这是巧合吗 但是 我宁愿选择 我相信这是他跟神的沟通 告诉神 雨晴了 我们当时也是感受到说这种 玛雅文明的那种神秘和力量 大家都注意一下 这摄像摄影装备 你都下来了 潜水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潜伴制度 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 这世界上没有最有经验的 洞潜的专间 最大胆的和最有经验的洞穴潜水员 都死光了 我们原来都是潜海水 然后去看一些海洋生物 但是这次洞潜 在这个洞穴里面潜水 确实是第一次 洞穴潜水跟在海水 我们叫做open water 开放水域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感觉 首先在海水里我有可见光 十几米 二十几米 都是蓝色 你可以看到光 然后往上游就是水面 在洞里不是 洞里你不可以随便 就想上了上浮 因为上面就是洞顶 上面有中乳石 有那些石损 它会扎你 很疼 如果你上了速度快了 它可能会撞伤你 刺破你 小心这些袋子 好 上了啊 老张第一天先下去 先大概看了一下环境 他上来之后就特别严肃地动了谈 说这次你一定不能下水 我说为什么 我说盼了这么长时间 不就是想来这边 然后我们也在当地呢 又雇了几个就是潜伴 所谓的潜伴就是 因为在潜水的这个过程中 一个人下潜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就是尤其我们潜水深度还比较大 当时我们预计的潜水深度 大概要是在25米到36米之间 这一次我取消了梁洪的下潜计划 因为对他来说太危险了 我连自己 我只能保护住自己 我没有多余的能力再去保护梁洪 就觉得特别遗憾 本来说好我们一起潜水下去看 洞穴潜水确实有危险性 而且我们的指南针在洞穴里是不好用的 指南针在洞穴里一会超南一会超北 是乱跑的 如果在水下迷路 唯一的一种可能性就是死掉 而且这种死是很痛苦的死 你会慢慢地把气瓶里的气呼吸光 然后你再拼命地挣扎着寻找出路 你找不到出路 因为你迷路了 然后可能最后连实力都找不到 因为没有人会冒这个险 底下的结构太复杂 尤塔坎半岛在梅里达这有140多口井 140多个井口 应该这么说 底下的水是互通的 底下的水都是互相连通的 有的管道很细小 有的管道很粗大 那你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们俩也是商量了一下 然后决定就是这次我是在水面上做接应 所以这也是我挺对不住他的一个地方 就是做了那么多准备 跟他说了那么多 但是他没有下去 但是梁工这一点是最好的 一个满一字满怨都没有 没有一句满怨 而他还跟他说 我支持你 那么多准备 感谢观看